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Jeff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只需要利用Google搜索技巧就能赚钱的项目 这么说吧 整个过程可能都花不了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但你却有可能在一周内就赚到100美金甚至更多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Let's do it 对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我的这个频道专注于教你如何提升财商系统创业以及实现财务自由 我会在每周定期更新两到三期的赚钱影片 如果你也对财务自由感兴趣 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下面的小铃铛顺便点一个赞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了 OK 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吧 OK 下面我就要跟大家详细讲解 如何利用Google复制张贴让你一周至少赚到100美金 不过想跟大家先说明一点 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请一定要认真的把影片看到最后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遗漏掉的某些点 都有可能导致你前功近期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OK 那么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到Google搜索界面 探索一下究竟吧 现在我们来到Google搜索界面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不要急 跟着我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在这里搜索一个关键词 Listverse 让我们点击进去 我们找到Listverse的一个官方网站 点击进去 来到这个网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而且你们发现没有 每一篇文章都是以十开头的 比如说这一篇文章 十个让你分不清现实的都市传说 十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 OK 这些标题都起得非常吸引眼球 这也是这个网站最大的特色 Listverse专门就是为用户提供之类列表文章 而且都是以十个为限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毕竟这样的内容都是很吸引眼球的 而Listverse这个网站也确实拥有非常巨大的流量 这些流量也为这个网站带来了很多的收益 其中最大的收益就是它的广告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上面有很多的广告 这些就是广告 广告 让我们随便点击进去一篇文章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广告 OK 正是这些广告为这个网站带来了 非常可观的收益 但我们说任何一个内容型网站 你每天都是需要去更新大量的优质内容 这样子才能留住用户 然后Listverse也是一样的 每天都有上百篇文章从Listverse发布 但如果仅仅是依靠这家公司的员工 是很难完成这么巨大的工作量 于是他们就会把内容创作的部分外包出去 让一些独立作者或者说一些自由职业者在上面投稿 然后他会支付你一定的报酬 这里呢也是我们能够从这个平台上赚到钱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可以滑到网站的底部 让我们找到这个write and get paid 我们点击进去 这里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投稿规则 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投稿 并且通过了审核 那么我们就能够赚到100美金的报酬 一篇文章100美金 然后他也介绍了一些投稿的规则 比如说你的文章必须是原创 而且呢必须是至少包含10个要点的列表文章 比如说10个最有效的减肥方法啊 世界十大悬案之类的 他也会建议你选择一些比较出乎意料 吸引眼球的主题 比如说一些未解之谜 一些不为人知的密文之类的 但他不建议你写一些有关体育 个人故事或者说一些游戏方面的东西 而且你也不需要自己提供图片或视频素材 这些工作人员都会根据你的文章给你找好素材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 我连英文都不会 更别提写作了 但别急 接下来我就要教你 如何利用Google复制张贴 你也能快速出一篇高度委员创的文章 接下来的内容 我会分成三个步骤来讲 请你们一定要认真看 漏掉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到投稿的通过率 我们要知道 一篇文章可是100美金啊 如果你连这点耐心都没有 那你还想要赚到什么钱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第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主要是要帮我们找到一些创作灵感 我们还是要借助Google这个工具 在这里搜索 Google News 让我们进入到这个Google News的网站 进来到这个网站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自己有大量的文章素材 然后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寻找一些符合list verse调性的文章 这里建议你去寻找一些科学类的家庭类的以及一些未解之谜的文章 Google News呢每天都会收录大量的全世界最新的文章 所以你可以很轻松的在这里找到许多新眼球的文章主题 然后这里呢也有他的一些文章分类 比如说健康类的 科学类的 还有科技类的 这些你都可以点进去 然后去寻找一些合适的话题 你也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搜索Top5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大量的素材 但注意像一些体育类的 比如说今日五家球的这些就不要选了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五个金融公司啊 这些也尽量不要去选 因为一看就知道很枯燥乏味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寻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 那这个过程可能也比较枯燥乏味 但我觉得是值得的 OK我们看到这个 给五个让学生喜欢上数学的方法 这种就不错 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介绍的五个方法 但是当当一篇文章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找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尽可能多的素材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复制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标题 然后我们再回到Google的搜索界面 把这个标题张贴搜索 这里就会出来更多类似的文章 比如说这里有九个策略 我们可以点击打开 然后呢像这里有三十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点击打开 然后八个方法可以点击打开 素材是很多的哦 比如说这一篇文章 他罗列了三十个要点 然后这里呢就有大量的素材可以让我们去使用 那假如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尽可能多的这些类似的素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说从每一篇文章里去复制一两个要点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一个 然后还要选择这一个 然后在其他文章里面呢也复制个几点 然后凑够十个要点 接着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复制的内容 搬到我们的一个实摩文档 或者说一个Google文档进行编辑 这里呢就是我在在线文档上编辑好的一篇文章 因为这种列表类的文章啊 其实它都是一点一点分开的 在内容上没有太大的连贯性 所以即使我们把它拼接到一起 也是读得通的 但是注意哦 但是在这里你还不能去投稿 因为你这点小伎俩人家 其实一下子就能查出你是抄袭的 人家外国人可不傻 而且外国的版权意识比我们要强了很多 在国外即使你只是向老师提交一份作业 人家也会要求你进行查从 我们这种文章一下子就会被检测出来抄袭了 所以呢这里还需要进行第二个步骤文章重构 其实这个也不是那么复杂 因为接下来我要介绍给你一个免费且强大的工具 我们进入到一个叫spinbox的网站 这个网站呢就能够免费帮你的文章进行重构 它能将你的文章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来表述 在保证意思不变的前提下 把你的文章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重写一遍 这样子就能够达到重构文章的目的 比如说我们把一段文字复制张贴到这边 然后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不是机器人的一个验证 然后点击go ok这里呢它就把你的字段文字给重构完成了 它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看起来就像是你自己写的一样 但到了字里还没完你还不能去投稿 想一想一篇文章可是100美金 我们还是要秉持着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 越严谨你就越有可能赚到钱不是吗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进行第三个步骤 那就是茶虫 对没错就像我们大学写论文一样 我们不也是需要借助一些茶虫工具 然后一点一点去修改 这个茶虫工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 厂出一篇高度原创的伪原创文章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介绍这么一个免费的茶虫工具 这个网站呢就是我想要介绍给你们的非常强大的茶虫工具 然后他的网站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反正他的链接我都会放到资讯栏里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们现在来试验一下 我们把我们刚才从网络上直接摘抄下来 原封不动的那顿文字固执张贴过来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checkdbdkcontent 看到没有他已经检测出来我们这段文字呢是抄袭的 我们只有百分之零的unique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原创性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用我们刚才用spinbox重构过的那种文字来试一下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经过我们重构过的这段文字已经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原创一般来说你的原创度呢要尽可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才能算原创度比较高 如果你重构后的文章呢还是只有很低的原创度那你就需要不断的去修改一下文字做一些商减 这个呢也和我们写论文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它更简单 我们还是滑到这个网站的底部 然后找到这个submit a list点击 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投稿界面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填写好你的一些个人信息 然后还有你的一些邮件地址 OK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投稿界面它的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你只需要去网上你的一些个人信息 然后写上你的邮件地址 记住这里还需要填写上你的paypal的账号邮箱 这样呢只要你的文章通过审核那么它就会通过这个paypal账号付款给你 然后这里呢是你的一个个人简介你也可以在网上找 网上有很多这种个人简介的模板 然后直接去套用就行了 然后这里呢你只需要把你的文章内容复制张贴进来就OK了 这里是写你的标题 然后这里是写你的文章的一些简介 然后这里呢你可以把我们刚才复制的文章给张贴过来 然后点击这个I agree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然后直接提交我们的文章就可以了 有些朋友可能会看到这里 他这个网站的声明只支持向这些地区的人付款 但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用VPN或者VPS 选择一个美国的IP然后去投稿就可以了 人家也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在美国还是在缅甸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消息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你也别真的光等着 毕竟审核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重复刚才的那三个步骤 继续去写文章 你每天可以花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铲出五六篇文章 一周下来你可以去投稿四五十篇 哪怕只有一篇被收录了 你也能够获得很不错的酬劳 当然了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个list verse 其实还是有很多类似的内容网站也可以去投稿赚美金的 比如说这个网站eatingwell 就是专门讲饮食健康类的 你也可以按照刚才的方法去委员创文章 而且这个网站每个字会付给你一美金的酬劳 想想如果你的一千字文章被收录了 那是多少钱你自己想想 当然每个网站它的写作要求也有所不同 比如说这个它就不需要你写列表文章 而是普通的说明类文章就可以了 这些呢都需要你自己去好好研究 ok今天的这支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或者对你有一些启发 欢迎你为我点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Jeff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